今日,换了之城的第五期录制,迎来王妃和前夫斗尾所生的女儿窦镜童,而王妃的另一个女儿,窦镜童同母义父的妹妹李嫣,也专程前来为姐姐打口,母女三人亮相同一当综艺节目时属罕见。 众所周知,窦镜童的生父是那地雕魂界的传奇巨星,母亲王妃更是华语乐坛天后,而窦镜童也是完全继承了父母的音乐天本和精音,是当下乐坛相当具有台气的年轻歌手。 而除了卓越的音乐天本,窦镜童的日常行为风格,也酷似妈妈王妃,看过手机换了之城的朋友们应该会记得。 节目中有现场观众粉儿在上一期节目中向王妃表达,王妃老师,我是你女儿的粉丝,令王妃哭笑不得。 而当时何俊也带话说,尽力将窦镜童请到,原来大家还以为只是随意的玩笑,谁知道最终节目果然请来了窦镜童。 对于女儿窦镜童的表演,王妃虽然作为节目的体验官,也是丝毫不避讳,对于女儿精彩的表演计赏不已,直言为她骄傲,说的激动处更是热泪盈眶。 而据现场观众透露,王妃在餐上足足搂着女儿窦镜童霸占话筒20分钟,不得不说,王妃是个很厉害的女人,虽然历经两段婚姻,而且目前和谢霆锋热烈,但是和女儿们的关系却一直相当好,而窦镜童和妹妹李嫣更是相当亲密。 如今万乐志同第五期节目还未正式播出,相信很多观众非常期待王妃母女三,人同台样相的幻念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